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我身邊是大家家期待的施老闆蕭敬青先生 大家好 施老闆 上星期市場守不住3萬點 輕輕跌了一點 施先生有沒有改變你的看法 我上星期還是維持看好的 但實際上市來到3萬點似乎是有少少阻力 要鞏固一下 但星期五下半段其實也追上少少 主要消息應該是 中國的社會融資總量 總量達到28,000億 對 盛預期 按年增長了10% 如果比起2月份 增長了很多 有10成多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因素 反映中國的貨幣政策 又寬鬆了一些 非常寬鬆 非常寬鬆 跟去年去貢崗的取態 180度 很不同 最主要我相信 中國對出現中美磨擦 這件事 是看得挺重的 他認為這件事是 一個對民間有生理影響 另一個對經濟有影響 變成他要用相對非常的手段 全方位刺激 如果這種政策 一路走下去 我相信不是走一兩個月 過去中國的貨幣寬鬆 周期差不多兩年 年多兩年起碼 我相信 未來都會繼續 尤其中美磨擦 雖然緩和了 但未完全完全了結 我相信中國 放錢會繼續放 錢放出來 對資產價格一定有影響 正面影響 正面影響 錢當然最好 放出來流入實體經濟 但實體經濟有時失敗 有些地方已經產能過剩 有些地方不是你 說要移動就能移動 我相信過往的情況 錢多多少少會流入資產市場 股市也好 樓市也好 都會有得益 在這種情況下 後市也不應該看得太淡 這是我自己看 我不認為三萬點 就是一個頂埔 現在就會大幅回落 當然你說在這個水平 珍慈一下 珍慈一下反而好事 珍慈過再上 這就變成將來的基礎 我覺得未到要單身大市見頂 大方向看得不錯 有些觀眾都會問 大方向看得這麼好 中間的操作和波幅 怎樣算 有些人大攤點 每一次下來都想遷就 最好 大大小小 先自己賣出一點 遲一點就兜 這些你是專業的基金經理 有時都要追求 希望爭取 賺多一萬 有好一點的交代 但我們普通人 沒有那麼多時間 監視的市場 你經常做決定 做錯決定的機會會增加 我自己都是 如果說投資 幾年才做一個大大決定 現在我覺得可以持有 相對看好的 我便會按照我的投資比例 投資 但預計調整 調整30% 其實做不到 一個 佣金 出日 肯定看到 正常情況 一方 一個普通的投資者 出的時候 應該要低價錢才能出 因為市場要出 當然要吸引個人才能出 要略為減 日的時候 要拿別人掛緊的 當然是高的 所以 出日一次都 會有一次不著數 當然你說 看不看得準 如果 35%的升幅 一般就不太好 有得 可能夠價錢未必適合 虧了價錢 又要有交易出貨 作決定多 作錯決定的機會也多 所以我自己看一個大週期 如我這次預期 今次是 升過上次高位 未過上次高位 一個合理的比例 我都不會走指 所以中間的波幅 不賺好過賺 寧願坐定 是的 否則被人嚇兩嚇 別人買了 你又追不回 這次週期 至少要看上次年頭 三萬四十多 因為之前是偏低的 不一定反映 經濟好 經濟增長 比以前更快 而是之前的 估值 過度偏低 現在反映 我幫施生計算 目標價 恆子計算 可能是十二三倍 比在歷史平均 還要低 有些保守 當然 因為現在不能跟去年高位 去年高位時的P 都一定比現在高 很多公司都賺多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市場未到要恐懼 大幅回落的時候 最多捱一段時間價位 各位觀眾 大家可以留意私生的看法 投資時間最重要是看中長期的方向 中間的波動 我們應該少一點去做功夫 做了可能沒有著失 最後問題也要請教施生你 因為上星期市的波動 除了中國本身因素外 另一個大家會留意到 美國也向歐洲徵收關稅 大家都會問 美國和歐洲的關係 會否像中美關係 又會顯身為股市上 一個很大的波動 或者不確定性 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我自己看這是特朗普的本色 他是以周圍去挑釁人 以顯示自己的威風 但是中美磨擦 我之前說是很多根本性的因素 兩個經濟模式不一樣 文化不一樣 以及有威脅美國的因素 他要考慮 而對歐洲來說 大家都是西方自由經濟 矛盾沒有那麼大 但是歐洲 他說AIRBUS也有保鐵 令到波音機 失敗了 失敗了 現在剛剛波音有些機出事 當然是咬你一彈 但是我認為那種磨擦 與中國磨擦性質不同 如果中國和美國磨擦 最終都可以談 歐洲我相信 都可以談 大家利益互相交換 有些地方作節衝 應該不難解決 不會變成長期你死我活 你一拳我一腳 一直搞下去 我相信有些地方 譬如歐洲 的確是做錯了 做錯了 就哄一點出來 現在特朗普 他認為美國本身的處境 都不是那麼好 沒什麼理由 經常都吃虧給你 以前我要收拾的時候 當然是利益他們 現在美國自己都相對 他為止有一定的壓力 所以他就要保護美國利益 這個我認為不會擴大 這個衝突規模 應該是小規模相對 小規模 應該不會引起 中國和美國的大規模衝突 應該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造彈的人可能借機會暢暢 不會真的跌很多 應該不需要太擔心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各位觀眾有問題 可以去到我們以下Facebook網站留言 等下星期 詩詩珊再會得到大家